滤灸后,早晚温差大,温度变化大,身体要慢慢适应气温的昼风昼冷,饮食上要多吃提高抵抗力的,鸡肉就是很好的滋补品,鸡腿蛋白质的含量多多,在肉质中,可以说是蛋白质最高的肉类之一,是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,而且消化率高,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,有增强体力,强壮身体的作用。 香菇素有三针脂肪支撑,是高蛋白,低脂肪的营养保健食品,味道鲜美,香气气人,营养丰富,香菇中还含有一种抗病毒的干扰素溜发剂,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,可预防流行性感冒等症。 香菇具有合胃,健脾,补气一身的功效,鸡肉和香菇是绝配,鸡肉和它一起烧,四味鲜美,香味扑鼻,味道鲜美下饭,力求后吃它自补身体,能提高人体抗病能力。 这个菜肴这么好,你也做给家人吃吧。 下面分享下做法,香菇烧鸡块,材料,鸡腿两个,鲜香菇500克,油盐适量,葱一端,姜一块,大蒜耳拌,花椒直立,大料一半,料酒一汤匙,红烧酱油一汤匙,老抽一汤匙,白糖三分之一汤匙。 做法,以准备好所需材料,香菇聚根洗净,鸡腿斩洗干净,二将鸡腿用刀斩成块,三香菇用刀片成两片,四锅加水,冷水下入鸡块捉水,水开后撇去浮沫,将鸡块捉透,将鸡块捞出带用,勿下入香菇捉水,将香菇捉水至变软,捞出带用,六锅加油烧热,下入葱段,姜片, 三粒爆香,下入鸡块搬炒均匀,淋入红烧酱油,将鸡块搬炒上海,先下入香瓜搬炒均匀,把淋入适量开水,放水的量和鸡块平齐就可以了,淋入料酒,生抽,大火烧开,转小火烧至入味,酒烧至盛少许炭汁时,加入盐,大火收汁,关火,盛出装盘即可,消贴时,鸡块捉水时, 要冷水下锅,煮至鸡块时,水料用热水,烧至入味时,大火烧开转小火烧至,喜欢冬至雪叶的文章,别忘了,收藏,转发哟,也欢迎在评论区,发表您的看法,或者分享您的做法,冬至雪叶,每天都会发布家常美食的做法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